自從換了一頁一頁的手帳模式 我就可以用更多不同款式的印章去整理手帳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時用開的超實用手帳印章 我將印章分成兩類 自帶蜜盒打開蓋就可以印的款式 或者要用印台的木材印章款式 自帶蜜盒的用起來很方便 不過就不能隨便換顏色 這幾款是PilotPie的迷你印章 有兩支的圖案好似 醫院符號用來表達關於健康的事 學校符號我會用來表示興趣班 這兩顆很可愛的粉藍色男仔和粉紅色女仔圖案 分別用來表示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的事 紅色的蛋糕和粉紅色的禮物符號 用來記錄哪個生日和收禮物送禮物 休債記錄休息的日子放假的紅日 橙色的錢包最適合就是用來記錄淘寶買了的東西 夏天我假日就會游泳 經常都會用到這個印章 這款印章跟剛才那些是不是很像呢 但它是另一個日本牌子 Pilot 的足球印章是綠色 但我要用的是藍色 這兩款都是同一個牌子 始終那個比較實用 印上去之後可以在上面畫紙針的時間 這兩款是一支筆撞的 一支裡面有很多個印章 貓貓這款在lock on 買 非常可愛 每隻貓手上都拿著一塊板 寫著不同的符號 這支可能在12元店買的 上面是一些日本人手帳常用的單字 雖然它們是漢字 但未必跟中文的意思一樣 幽字這個重覆了 我會選擇用紅色去表示放假的紅日 小顆的印章全部都吸光 看看它有沒有過底 基本上只有時中這個有小小套 這幾款學習印章是有一個可以感覺墨的墨盒 當然是用來記錄學習相關的事 尺寸比剛才的印章大很多 但印在A5的手帳上 完全不覺得它阻擋 淺藍色的這個虛心學習 顏色虛到快看不到 幸好粉紅色和黃色都看得清楚 藍色的款滾去學習比較透底 不過又不太影響底部寫字 這些木製印章的尺寸都比較大 真的要一頁一日才夠位用 我喜歡用這些小小的水滴形印台 黑色、寶藍色、深淺啡色 都是我最常用的顏色 先試一下這個不是木製 但都要印台的日期印章 我最喜歡它有中文字連月日 這種款式很少見 印出來的效果是這樣 如果字和字之間空位可以小一點 就更加漂亮了 木製印章的同案很仔細 線條很多 就好像這兩款分別是手帳和電腦 基本上我每一天都要用電腦剪片 印章的線條非常複雜 紙盒包裝都很漂亮 不用擋 現在我不是每天都有空寫手帳 不過所有發生的事都會用手機先記下 每個月大概抽一日的時間 來寫上個月發生的事 這個印章就可以用來記錄下我寫手帳的日 同一個系列我還買了拿剪刀和拿筆 拿筆的同案可以用來表達鍊字或者寫信等等 拿剪刀就可以用來表達做手工 這盒全部都是手 我主要是想買拿相機和拿筆的 這個用來記錄拍片 這個拿掃的好像在遊覆牆 都是拿筆的這個比較適合我用 手指可以用來指著一些你要突出的東西 剪刀的這個和剛才重複了 兩個都很漂亮很難取捨 這款一套四個是關於玩樂的印仔 可以記錄下今天的腦自己播的什麼歌 在戲院看電影會有張票 不過我更加經常在家租電影來看 就很需要用一個印仔來標示 這個不就是PS4的手 基本上一天都要吸一字 我會在旁邊寫下玩了什麼遊戲 和玩到第幾關 最後這個可以記錄下看了書或者雜誌 購物車和看手機都很常用 可以用來記錄Whatsapp或者電話聊過的話題 和買了什麼送 這兩個很適合我用的特別同案印仔 好像是自家製的 這款筆極紅印仔都是日本牌子 隻手抱著包裹上面的意思是九等鳥 很適合用來記錄收到期待已久的快遞包裹 用自田日期的手帳 都很適合買一款一星期的印仔 手寫風格的英文字很適合用在手帳 這款是用來記錄一日的支出 月曆的印章不一定只是用來做月曆 它還可以用來標記一些連續發生的事 例如你去了一星期的旅行 或者倒數一些日子 都計劃我會吸在一星期最後一日 做一個小總結 或者是集備一下沒有完成目標的自己 這兩款都是時間軸 左邊那個寫了數字 右邊那個時間自己填 你可以一日吸兩次分別圈回AM、PM 又或者只是吸一次 早早的事寫在左邊 晚上的事寫在右邊 這個印仔記錄三餐吃了什麼 對於要逼自己多吃東西 或者是減肥的人來說都很有用 吃完東西看看自己有沒有重度 之前沒有這個印仔的時候 自己少畫星星 覺得很不整齊也不得出 用這個之後 可以在橫線上寫項目 將空了的星星填滿就可以了 吸完印仔之後 我很多時都會在上面畫一個 說話氣泡圈著內容 手上的印仔 我不想顏色太花厚 尤其是大個的圖案 所以我主要用黑色和啡色兩種色 我買的木印章大部分都適合在上面寫字 這個榜上的指針都可以自己畫 連續日子可以畫符號或者填顏色 周紀錄不單止可以剔格仔 還可以記錄得詳細些 理由了多少個堂或者跑了多少公里 如果一日子可以吸一次開支表 就真的不可以買那麼多東西了 兩款時間軸我都覺得很漂亮很喜歡 所以可以交替地用 我喜歡把手像寫得整整齊齊 因為我真的會調查內容 用印仔來把手像內容分類 寫的時候跟著固定模式規格 將來看內容都會比較容易 找東西也會比較容易方便